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首播以来,逐渐已经走向了第七个年头,中国好声音播出了四季,更名为中国新歌声后播出了两季,逐渐又回归来中国好声音,于7月13日首播。 在新一季的好声音中,除了萨志有所创新满,新的导师团阵容也使人眼前一亮,由周杰伦、谢霆锋、李健、宇成庆组成的全新导师团,获得了观众的好评。 很多观众发现,本季的中国好声音导师团聚为男导师,可以说是自播出以来,逐渐没有女导师。 而那英作为好声音系列节目的元老吉导师,参加了前六季的录制,冠军也曾多次出自习队伍,但却学习了本季的好声音。 原来那英工作室早在17年就发布了声明,称内英将离开该节目的录制,就本季节目第一期播出后。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,大多对新的导师团非常满意,而对内英的离开也表示,没了那英的节目,简直是一股清流。 那英老师这次也着实是场枪,本季和声音单从导师团方面来看,摆响着实不错,尤其是导师的开场表演串烧,更是使人当呼过瘾。 李健的高情商和金领幽默圈等无数,周杰伦的才华和实力一直以来都被称赞,谢霆锋此次重返乐团备受期待,而哈林一贯的幽默,使他成为了气氛担当。 导师团气氛可谓是其乐融融,为节目增加了不少看点,在回看之前的好声音系列节目,按理说像那英这样的哟,既人老,陪伴了观众这么久,多多少少也该有些情怀在,为何大多数观众对那英离开的反应是开心呢? 从专业水转来看,那英是没有问题的,实力的确让人佩服,但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,那英给人的感觉,就是不太注重礼貌。 随意点评导师,有次内英问选手听周杰伦的歌,还是王峰的歌多,选手回答听周杰伦的多,那英却直接说更有奈喊的歌,在王峰那里,甚至唱周杰伦的歌来找逼故事。 无论这其中有多少玩笑的成本,也是非常不尊重人道,在加之那英一大激动时,便经常性的与无伦次,且一再强调自己带出了多少多少届冠军,次数多了难免是观众反感。 曾担任过好声音导师的陈奕迅在梦节目中,爆料了好声音的内幕,称导演提示他和那英转身,由此引起了极大的舆论。 大多数观众认为,那英经常淘汰一些有实力的选手,比如周深,更使观众觉得节目有黑幕,对那英有所怨念,甚至低度刷出了那英滚出中国好声音的话题。 由此可见,那英在好声音系列节目中,颇有些是观众机缘以身的意思,选择及时退出,也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,好声音系列节目,如今迎来了七年这样。 从首期节目来看,导师团和赛致敌,却又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该创新也是为了在渣堆的音乐节目中留住观众之举,成效如何? 还是得看后期节目播出的反响。 文重思。